冰骨 冰骨 真的 确定 我有五年了 我的冰骨骨头 然后这里是掉了一小块 你裤子能不能拉高让大家看 看你的冰骨的长相 我冰骨现在没有长好可能 那哪里痛 我的现在是这样 我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会觉得这里 它那块骨头可能长得不对 它这里板着 就那种感觉 板在这里 板在这骨头 对 我就有一个感觉 我不能摸到 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东西板在这里 板在这里 确定 确定 就是这个骨头绑住 对 好 它这么确定 我们就做做看 这里疼 那你裤子还要拉高 因为这是在这里 我跟各位讲 如果有学过针灸的 它约裂在血海 也就是你这样一个手盖下去 拇指按的地方 就是这个骨四头肌的内侧肌 也就是这个 那如果不会看也没关系 就是这个肌肉 最突出来的高点 这一点就是了 那这个你痛不痛 真的疼 痛不痛 那这一点疼吗 比那一点好一点 所以真正痛就是这个 那这一点绝对是原始点 那它有时候疼 会疼到上面延伸一点点 那顶多是半根指头 很少到一根指头 所以这一点把它揉开 这样就可以了 我这个力量很轻 你看我拇指的力量不会很大 而且又用左手再揉 所以这个真的是痛点 你说痛五年了 我五年前补的折 那所以就以后都这样的感觉了 嗯对 我现在下楼梯 我其实觉得我还有点缺 但是我 假装不缺的样子 我这个还可以装的来 那我们如果内侧揉完了 假设这样揉完了 舒缓也可以这样揉 这个今天手法会叫 那外侧也要检查一下 看它这两侧是不是都同时受伤 那外侧就是在这里 也就是冰骨的上眼 这一点跟这一点不是平齐的 这一点是在冰骨上 所以有一点斜斜的 有没有注意 那它是在上面 这个是比较靠侧面 好就是这一条筋 这一条会不会痛 有点痛 没有像内侧那么疼 它是那个障藤 往里面延伸的障藤 有障藤 好那这个就算了 那这里呢 没事 没事 就是这一点 对不对 那就确定 那它两侧都伤到 也就是它内侧跟外侧同时伤到 那其中以内侧伤得更严重 因为它这里按的表情就不一样 那这里的表情就能忍受 表示内外侧同时伤 但是以内侧的受伤 损伤度更高 这一点比较痛 很疼 很疼 那你从来没有按过这两点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再动动看 现在再试试看你那个感觉 是不是比较松 好像没有那个板的感觉了 没有板的感觉 对 还有什么感觉 还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这不可能吧 这不可能吧 不可能 你试试看没关系 下往下 对 对对 你就看平常 我下下楼梯 很轻松 很轻松 明天下楼梯我就会 我很小心 因为会瘸 怕别人看见不好意思 就很慢的走 这样很轻松的 这样下来 对 我好久都没有这种轻松感了 我的气感 好久没有 那这个就是确定 冰骨受伤 这个就很明显 那这是两次 好 谢谢